六十寿淡 这一天对住在衡阳市的张戴云来说 是一生中值得庆祝的大日子 在这冰棚满座的宴席上 有一个特定的仪式 寿宴菜单上共十一个菜 当第六道菜扣肉上桌时 宴席司宜立刻致辞祝祝福 我们迎来了 我的姐姐张戴云女士的六十大宗 请让我提议大家举起手中的酒杯 祝我们祝福生日快乐健康享受 在衡阳有一个祖辈传下来的习俗 寿宴或喜宴中间那道菜最为隆重 闭上扣肉 在衡阳人心中 扣肉寓意着福寿安康 浓郁的香味里寄托的是对亲朋好友们最诚挚的祝福 制作寿宴的这家餐馆里 扣肉还有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做法 从外观上看 谁能想到如此精明剔透的扣肉 竟是用蔬菜制成 无一丝浑形 这道素食扣肉的名字就叫不可思议 只有品尝过后才会恍然大悟 令人拍案叫绝 这道色味俱佳的素食扣肉里 又隐藏着怎样的秘方 南越恒山又名寿越 坐落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恒阳市 是中国五越名山之一 这里得天足厚的地理环境 使得恒山以中华寿越著称越式 俗话说要长寿多吃素 古时素食是农哥民族的主要饮食方式 人们大多以植物类原料作为食材 据南越志记载 衡阳素食始于唐代而盛行于宋代 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如今衡阳的大街小巷里 素食生意仍十分哄哄 当地素菜取名也别具一格 看似冒着热气的咕噜肉 谁能想到竟是菠萝和豆腐制成 当地人给它取了个特别的名字 般若菠萝蜜 素食做成的海鲜散发着淡点腥味 这道馋香汁扣疗参 竟是魔芋制品 藕丁做成的香肠取名一指馋 层次分明叫人真假难辨 这一桌香味四溢的素食盛宴 文质三分醉 食之七分香 那么 不可思议这道菜究竟是选用哪种素食食材呢 流传于当地的南越八大怪 其中一怪冬瓜当作靠肉脉 指的就是这道九富盛名的美食 冬瓜是不可思议这道菜最主要的食材 挑选自然十分讲究 高峰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厨师 他在衡阳做了整整十七年的素食 挑选食材他经验丰富 个头较大较直 且两个月以上的冬瓜 肉质比较松软 是最适合的食材 挑选好食材 接下来高峰准备现场演示 如何魔术般的将冬瓜变扣肉 首先要造型 将冬瓜切成弧形的扣肉状 去皮后打花刀 做出扣肉皮的纹理 感觉这个切冬瓜的时候刀法还挺讲究的 是的 这刀根都有匀称 均匀的 你也可以撕一下 我这样切你看行不行 嗯行 差不多还有宽一点 宽一点 对对对 这个感觉 好 比较费筋 对比较费筋 嗯 好的 试试 这是我切的 这个行动 切的最好 是吗 嗯 好的 我这已经切完了 切的可以 我可以切的 你看 我可以看得到这个花纹 对你看 均匀一致嘛 你这个刀工切的太深了 那这个还能用吗 不能赢了 这个做不了了 要将冬瓜做扣肉 不仅刀工相当考究 味道和颜色更是关键 为了做足味道 梅干菜 香菇和豆豉等辅料必不可少 给冬瓜上色 也是关键的一步 将调色用的酱油 均匀浇在冬瓜上 搁置五到七分钟后 过油炸 边翻边炸 才能确保上色均匀 待炸到金黄 就可以出锅 这时代冬瓜 已有肥肉的质感 将切成五厘米左右厚的冬瓜片 倒扣装盘 需再上一遍色 然后把炒好的梅干菜和香菇撒上 放入珍贵 待蒸上十五分钟后 冬瓜扣肉便可出锅 然后倒扣装盘 这还没完成 为了增加扣肉浓郁的口感 还有最后一个步骤 勾切 如此逼真的外形 繁复精巧的工具 不可思议这道菜 确实名副其实 而这道菜名 正是源于衡阳的佛教文化 佛教在南朝时 传入这里后 一直盛行至今 香客油人们 纷纷慕名而来 此处香火为何如此旺盛 以至千年不衰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南越祝荣殿礼 顾奉的火神祝荣 祝荣本名众礼 据山海经记载 祝荣的居所正是南越恒山 是他传下火种 人们才可以享用熟食 所谓衣食同源 恒山也成为了人们 先来祈求长寿健康的神网之地 南朝两个字 他预誉着 也是寿命南朝 也就是许许多的老百姓 千百年来到这里来 求寿求福的地方 除了餐馆里的象形素食 恒阳寺庙宿斋 也令人赞不绝口 寺庙宿斋 做法比较简单 施法却很讲究 餐前需要念经送佛 用餐醉际浪费 据山海说 当地最大佛寺 福岩寺的宿斋 最美味可口 我们前去拜访方丈大岳 大岳对自家的宿斋 十分自豪 而秘密就藏在 福岩寺的菜园里 我们的种的青菜 这个山上有气温 早晚温差比较大 那个种的虫子还是比较少 我们用的都是有机肥料 我们把那个蝙蝠石啊 粪啊 放到这个菜地里面 这个菜啊 长得绿油油的 我们山上的水 都是空缺水了 没有污染的 所以很好啊 所以种的这个菜啊 又香又甜 大岳决定 让我们一饱饮福 那你看看 这是泡那个蝙蝠粉的那个钢子 是包心菜吗 那这个就是包心菜 满菜园绿意盎然 让我们都禁不住嘴馋 它背了不背了不大意 我要随便拿一个 老婆 啊 当得你得当 送你萝卜一个 萝卜挺大的啊 对了你看 你吃就吃完了 你看 是 很好吃啊 两尺多长 恒养素食之所以香甜可口 原来是得益于 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东华当作靠肉麦 其味道自然也是不可思议 这个肉的感觉出来了 出来了 你看那个瘦肉 瘦肉 还有这个皮儿 对皮儿 还带着花的 对对对 我尝尝 它这个味道很像啊 它这个味道怎么会那么像扣肉的味道 因为我们用的食材 都是做扣肉的食材来做的呀 它这个味道挺像的 有那个梅干菜的味道在里面 它是那个冬瓜的清香味 然后加上这种肉的这种质感 有点那种韧劲的感觉 肉的融合在了一块 那我就不用担心发胖了 这个是 那是不会胖的 绝对减肥 餐桌上还有一道 当地家喻户晓的美食 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马骨寿羹汤 因何而得名 这样一种看上去不起眼的汤 为何需要十七种素食食材来熬制 请继续收看 恒阳小吃 天寿素食 一大早 高峰就带着我们赶到集市 今天正好是当地赶集的日子 集市上 总是能挑选到更好的食材 灵芝就是制作麻骨寿羹汤最重要的一味食材 它常为人们叫做仙草 拥有数千年药用历史 能抗衰老 还有美容抗过敏的功效 集市上卖的灵芝 种类相当多 像我们俩熬的高汤一般的话 都是用这种食 灵芝 麻骨寿羹汤用的是 应该是这种的 这种啊 灵芝 像这个也是三五几年的 像这种九十年的灵芝的话 成本太高 天寿你们自己吃这个吗 什么吃的 吃的 怎么吃 怎么吃的 我们吃的 他不吃的那么胖 你看 那么肠子 身体那么好 他买些什么病 你也不好吃的 八十岁了 除了灵芝 做麻骨寿羹汤 还需要其他十六种食材 为了制作最鲜香浓郁的寿羹汤 高峰对素食高汤的熬制和用料十分谨慎 枸杞 上海青 金针菇 都是必不可守的 像熬这个素高汤 我们用的就是 针针菇 还有香菇 薛蘑菇 然后以后慢慢去熬制 素高汤需熬上十二个多小时 为了使灵芝的药效 在高汤中更好地发挥 入汤前 需将其切成粉末状 要将灵芝切成粉末状 对刀工是最大的考验 非一日之工可练成 钉芝粉多成这样就可以熬它了 这个是不是切成粉末比较困难 有一点难度 这个是比较新鲜的那个灵芝 高汤熬制好后 高峰将煮熟的玉米粒倒入搅拌机 与素高汤一起搅拌均匀 用滤网过滤后加热 使味道更好的融合 最后还需在汤汁中加入枸杞和鱼片 素食汤里为何要加鱼片这种荤形呢 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高峰向我们透露了鱼片的制作秘方 不是真正的鱼是用这个豆腐之类的做出来的 用豆腐做鱼片 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高峰开始为我们演示素鱼片的做法 这个有什么奖励吗 这个肯定有个比例 这个如果比例不好的话 肯定做出来那个鱼片 橙面三瓢 三分一瓢 豆腐 豆腐半块就够了 半块就够了 然后还加点盐 然后加点酥鱼粉 这个鱼粉就是有的鱼的味道 然后水 一条 然后把它拌匀 豆腐半块就是比较浓 头感好 比较滑 做鱼片的时候加那个酥鱼粉 就是提高的这个鱼的味道 所以它们能在一起的话 鱼片肯定又滑又弄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像鱼片吗 嗯 还真的有点那种肉质的感觉 嗯 还真挺像 鱼肉的纹理都已经出来了 如果把它分明了 搓了水 嗯 这个层次更分明 一个这个 淀度啊 感觉到就是像活的那个鲜鱼片一样 鱼片过水 超一分钟便要快速捞起来 带领 带领这个 嗯 是挺像鱼片的啊 嗯 这个还有这个纹理在里面 是的 这个看起来更比那个 比这种效果好看多了是吧 嗯 这个还是搓了水以后啊 然后这个 就可以死因了 酥鱼片绝妙的地方是不仅外观逼真 味道也极其相似 加了酥鱼粉有个鱼腥味 加了 嗯 确实有点淡淡的那种鱼腥味 对 在衡阳麻姑寿庚汤这道美食背后 还有着一个传奇的故事 麻姑是中国道教第一位女道士 南岳夫人的侍女 而麻姑寿庚汤正是后人为了纪念麻姑献寿而去名 麻姑是我们南岳魏夫人的侍女 魏夫人是道教史上的第一位出家的女道士 是商情派的创始人 她在南岳修行一直到83岁 她羽化 她的私女就是传世中的麻姑 一直跟着她在南岳这里修行 开菜府 种林子 然后吃林子 所以魏夫人和麻姑都是寿命很长 而且像魏夫人到了83岁的时候 她像一个十多岁的少女一样的 至于麻姑都大年纪的传说就是 她曾经看到沧海变成桑田 就说明她也是很长的寿命 因此后来后人就用麻姑寻手 走后老人的寿命 走后人家的长寿 红薯片 红薯片为何成了衡阳人过年必不可少的小吃 盛放农家素土产的九宫壳 又寓意着主人怎样的祝福 请继续收看 恒阳小吃天寿素食 素食习俗改变了当地很多人的饮食习惯和观念 在衡阳 村民家中常自己手工制作各种素食土产 其中有一道小吃是家家户户都要为过年而准备的 冯春美一家正忙着做春节期间必备的一种小吃 红薯片 周围邻居们也常常过来帮忙 多数村民家都种植了红薯 洗干净削皮后 在灶炉里焖上一个多小时 蒸熟后的红薯金黄松软 再捣烂成泥进行加工 当地人使用红薯这种素食的习俗由来已久 将捣碎了的红薯泥加工成片 是一项很抢救技巧的手工活 在农家特制的木板上 铺一层粘过水的白纱布 再把红薯泥涂在上面刮平 还挺特别的 这能刮它吗 可以 刮不平这个 刮不平这边 两边 对 这个越刮越不平了 斜着 一个一定的角度 哦 这样子吧 对 哦 这样子啊 对 差不多你也可以去撕了 这个得刮多厚啊 这一片 这样才有一斤 这样子是吧 对 然后直接可以揭开吗 直接可以揭开 我看一下啊 轻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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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里揭 不要回来 哎 好了 做好的红薯片 必须擀在大太阳天 或在竹板子上晾晒成干 在这之前 竹板上要先撒上一层针叶 防止红薯粘在竹板上而变形 晒上整整一天后 村民们习惯剪成长约十厘米 宽约五厘米的方形小片 以方便入口食用 现在的红薯片 还不能成为过年招待亲友的美食 去入油锅炸至金黄 为了吃起来更香脆可口 封春美常会撒上些枝米 到了大盐夜 家家户户都会从家里 拿出盛放这些素土产的特质木盒 因为有九个格子组成 当地人管它叫九宫阁 这些都是祖辈留下代 一代传一代 九宫阁有着怎样特别的寓意呢 哦 这个就是你们的九宫阁吗 对 刚刚我们做的那个红薯片是哪一种啊 哦 这是 是哪一种啊 是这一种 哦 这一种 对 哦 跟我们那个刚刚做的还是有点不一样啊 这是要炸的 把它加工以后又要炸的 下面还有芝麻 我尝尝看看 可以 嗯 这个地瓜挺甜的啊 对 而且这个松松脆脆的 是啊 嗯 挺好吃 你们这个摆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我们这个讲究啊 嗯 是因为可以拿了吃最珍贵的 我们就把它这个好的就把它军加 最好的 最好的 最好的摆在中间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头厂 就把它军加 这是成心成义的 大可人的 那怎么叫九宫阁呢 这个九宫阁啊 就是一时就发的 就是大年初一 可人到我们走的来自科啊 啊 这个春节的时期啊 就一时叫它是久久发财 久久发财 对 久久发财 啊 老年的话呢 就久久长寿 素食有益健康长寿 这一观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 盐寿村是被宇航山半山腰的一个小村落 村子虽小 但据说村民的由来 有着一段人们津津乐道的往事 盐寿村的来历就是由于 这里有个亭子 叫盐寿亭 就这个亭子 清朝晚年的时候 江西有一位盐商 这个盐商叫做杨尔城 多次来到我们南越 在这里避暑啊 啊 求收 来了十多次啊 每来这以后 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啊 于是为了 纪念他这个活动啊 所以在这里 建了一个盐寿亭 传说他活到了一百零三岁 啊 现在就是盐寿村 这个老百姓 像他一样的啊 也喜欢吃素 所以这个村子里面现在啊 那长寿的人也很多 长食素食能延年益寿 我们从苏美龄 风子绰约 健康长寿中可见一斑 当年 宋美龄蒋介石居住在衡阳的时候 宋美龄十分钟爱素菜 从中酷异非浅 一九四三年 他去美国发表演讲时 都在弘扬中华素食 听说啊 这个 这个 宋美龄就是高寿 一百多岁 与他 七次来南越 住在苗旁边 吸收佛教里面 饮食的一些科学的东西 影响他后来的饮食习惯 所以是他 健康长寿 宋美龄听说 去世的时候一百零六岁 古往近来 衡阳素食历代相传 又推陈出新 慕名前来求寿的人 更是络绎不绝 而不可思议 麻谷寿庚汤和红薯片 则是当地 托具代表性的三道美食 他们带给衡阳人的 不仅是视觉上的享受 舌尖上的美味 更是寄托了 他们心中的浓浓情意 和深深祝福 浙江宁波得味中之味的天使地利 本地人却推崇原汁原味的经典小汁 汤圆 咸蟹 年糕 何以成为宁波人离不开的特色美食 敬请收看 左边中国春节特别节目 八方小吃第九集 宁波小吃 原汁原味 中文字幕提供